- 原创不易,请随手关注。作者,一品文团的译书,《巫兽全境传》,一直关注本号的朋友都知道,对乌克兰的局势,我们一直在关注,并且洗过几次深层次的报道。 - 目前乌克兰可以说,已经陷入了一场深层次的危机当中,其危险程度,甚至不比如今那么沸沸扬扬的委内瑞拉政治危机来得清。 - 乌克兰危机蔓延的时间,甚至要比委内瑞拉长得多,而且期间跌倒起扶持距离,丝毫不比任何好莱坞大偏来得上。 - 当年广场择命搞得乌克兰是金一地鸡毛,就在乌克兰的亲俄派的总统亚努科维奇,在2014年的街头政变被赶下台。 - 最后流亡俄罗斯之后,乌克兰这个国家,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动荡,东吴的分裂,克里米亚的脱离,让这个号称欧洲两仓的国家每况愈下。 - 原本乌克兰与俄罗斯可以说是兄弟关系,但在2014年之后的各种争端中,双方变成了不共大天的仇人。 - 乌克兰的政治人物,一直在国内闪动民粹,坚持执行一边岛的近美全西方的政策,明知实力不够还拼命碰瓷俄罗斯。 - 结果导致了乌克兰方面,既在国际上丢脸,人员装备还损失巨大。 - 街头运动的情绪是一时的,填饱肚子才是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。 - 乌克兰这么该从西方得到任何好处了吗?实际上什么都没得到。 - 倒是我国总有意出发,从乌克兰采购了不少东西。 - 然而,乌克兰光靠这些是远远撑不起一国经济的,更何况打? - 泡一项黄金万两,乌克兰到今天为止,还处于内战状态。 - 每年的军队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 - 又为前总参谋长,拥有陆局上将选的加码呢? - 当然乌克兰这样的国家,打起仗来对老百姓虽然不是一件好事,可对某些政客和军队高层就说不定了。 - 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临近大选,参选的乌克兰前总理金莫申科,一直嚷嚷着,要把现总统波罗申科送进监狱,如今还真被他抓住了把柄。 - 波罗申科只是亲信从俄罗斯走私军用云配件,高价卖给国内的军工企业,还有将国防部的订单交给自己的亲信运营的企业,以至于波罗申科的收入一年之间,翻了八十多倍。 - 这个消息曝光之后,又走上街头传统的乌克兰人,再次走上了街头,这次口号却跟以前不太一样。 - 大家纷纷叫着,我们不关心政治,我们只想回归正常的生活,我们要让日子好过一些。 - 然而这些乌克兰人大概忘了,当年大概也是同一批人,在广场将亚木和围棋赶下台,导致了本来和平安宁的乌克兰,搞得现在这样乌烟瘴气。 - 最近陌生科的攻击,波罗申科其实是有所准备的,他应对的办法就是谁喷我,我就拉前任,来俄罗斯,拼命碰瓷俄罗斯。 - 比如波罗申科与军工企业的弊案,稍微有一点苗头的时候,2月25日,乌克兰方面就把前总参谋长,拥有陆军上将险的扎马内给逮捕了。 - 罪名有很多,什么走私军火,勾结俄罗斯,盘国之类,的。 - 2月28日,又让希腊逮捕了俄罗斯能源界专家叶夫哥尼加里宁,罪名是在乌克兰工作期间设许没反税吧,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前总统亚路科为奇的人。 - 不仅如此,就在3月13日,波罗申科声明,乌克兰将要在俄罗斯边境试试最新导弹,就是要将碰瓷进行到底了。 - 要知道目前波罗申科,据称,已经知道选举不会胜利,已经做好了流亡国外的准备。 - 他是真想在走之前跟俄罗斯搞到不死不休啊。 - 经过这么多年,乌克兰人也紧紧醒悟过来了,一时行,他不能代替吃饭,真主了是,美国也不会过真假时的知诀,要知道美国大兵们的血可是很金贵的,凭什么为乌克兰人而留? - 还是安心赚俄罗斯的天然气过路呗,好好种地,好好招架苏联遗产中,还有什么好东西可卖的再卖一批,小钱钱才是王道啊。 - 随着乌克兰老百姓的醒悟,乌克兰的政治人物们,也纷纷感嫌疑者,当年被称之为美国女婿,美国贵来的邮贤科,如今也在电视中声称,俄罗斯是乌克兰重要地缘保障,要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。 - 现在乌克兰人终于知道当炮灰的自卫不好受,乌克兰人会迎来一个喜剧明星总统吗? - 可是如今乌克兰最大的问题,就是乌克兰经过反复多年的折腾,老百姓已经不相信政客了。 - 就在二月做的总统选举民调,喜剧明星则连斯基,居然以21.9%的支持率领先,这又是三月。 - 逼选出一个喜剧明星当总统,乌克兰的前景还真不好说。 - 不过话说回来,乌克兰现在已经这么惨了,也许上个喜剧明星指不定就比这些政客强得多呢。 - 有什么意见,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 - 关注微信公众号,战争时,多位专家将在公号中将继续为您解读。 - 独立专业,有种有料,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,战兵史,收看全部战兵史政治军事历史精彩内幕解读。 - 杨茜茜茜 mang先生让你解读。